火車站 火車站 對 我覺得火車站改比較多 就是變得很大 然後很乾淨 然後就知道洞線在哪裡 保健制度 子宮頸疫苗 就是可以免費施打之類的 或者是對老人的一些照顧 藝文特技啊 我披薪的車子 用錢老的都這個 房地產都漲價 污水處理吧 然後一些公園的整治 套運病院那邊 我覺得最近 原本那邊都很安 因為那邊沒有學校 現在那邊路燈倒是變滿多的 還有那個雨水下水道 像這條路的人潮 我都覺得一年比一年少耶 真的有差 太老越來越多 然後娃娃機越來越多 就是這項 然後路越來越不平 綠地或者是公園 然後空曠的地方都逐漸變成大樓 中立那個我覺得很亂 那個火車站我覺得很雜 然後路很小 對 車子還滿危險的 好 然後捷運 捷運 捷運 像中立那邊 已經有了 然後市區裡面還沒有 我覺得交通吧 因為交通其實市區還是滿混亂的 然後 像火車站我覺得蓋滿久的 因為它不是要爭取地下化嗎 就是滿久的 然後希望可以到像台北那樣 比較便利的方式 可能捷運什麼時候會蓋好嗎 沒捷運啊 公車很慢啊 就會一直繞路 然後一般又要等很久這樣 對對對 現在這邊就是 交通就比較阻塞一點點 這比較需要改善 平車位吧 對啊 因為很多地方可能 車位已經不夠了 可是又化 又化紅線 我覺得 市容其實有一點 那個外牆都其實有點髒亂 然後 有些攤傷其實也不太乾淨 這高鐵附近 就永遠都是停車場嘛 好像因為之前不是說 那邊有要發展什麼東西 那邊好像走私啊 現在就只有停車場而已 電場吧 電場 假如說 希望可以有更好的處理 對 中立工業區那邊排放廢棄 就 有點多 要建設的話 不單單只要考慮到 蓋房子的問題 要考慮到污染環保 或者是走綠建築方面 對啊這樣